中文字幕——YK 也是充满了热情和持续不断的兴趣 那对于两国的艺术家而言 其实更是如此 特别是最近 园林在英国的艺术界 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包括今年三月份 在英国《女王画廊》推出的 《描绘天堂》园林艺术展中 我们就看到了在过去四个世纪中 西方的艺术家 他们对于园林主题的描写和歌颂 此外呢 即将在英国《皇家美院》推出的展览 叫《描绘现代园林 从莫奈到马提斯》的这个展览中 他再一次将会向观众证明 其实对于很多世界上 接触的这些艺术创作而言 园林本身就是艺术家的谬思 就是艺术家的灵感来源 那对于中国而言 其实更是如此 无论是这个中国古代的 这种传统绘画中 文人默刻通过中国水墨 通过书法来表达 他们对世外桃源的这种幻想 和这种理想的追求 那包括在英国的观众 他们也看到过中国当代艺术家 以园林为主题的这些艺术的表达和在线 像包括2013年 像徐斌他在维多利亚埃尔博特博物馆 做的这个大型的装置 叫《唐花园的理想》一定要实现 这些艺术家都不断地在关注这样的主题 把我的园林作品呈现给我的英国观众的话呢 我想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因为中国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经典的一种代表 到了苏州以后的话呢 我看了园林以后呢 我觉得园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我要倾诉的一种观念 或者倾诉的一种情感 以及我所要表现的一种元素的话呢 它都具备 比如想象流水 太湖三石 圆形拱门 包括一些传统的树木啊 包括它的长廊 包括它的庭院等等 这些 其实在我的绘画当中呢 很少就是说是按照一个现实的风景 去进行这种写生 很多元素的话都是我把它拆散了以后呢 再重新进行一种组合 我喜欢这画面 因为它是比较传统的 中文化的风景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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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什么 adhesive 原生的 我中有 challenging 与建议 从那儿 部下摩 这种台并 美师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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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良rão 在我的绘画当中 园林当中经常出现的远拱行门 就是一个文化的符号 我认为远拱行门可能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建筑的一个代表 它既有阻隔 同时又有一种贯通 因为中国园林它的一种审美特点就是非常自然 一步换紧 去境通幽 那么有很多东西的话都是非常贴切一种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微妙的一种关系 我选择用油画的话呢 我觉得油画的表现语言更加丰富 它有的时候呢 它有一种色彩的基调 像我绘画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一种 就是说灰色的 一种记忆的一种色彩 好像是一种历史的一种痕迹 用这样的一种颜色去表现的话呢 来确定我的园林的一种时态呢 是一种过去式 它曾经有过的一种状态 是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状态 是有故事的园林 它虽然没有人 但是有人的痕迹 那么在技法上的话呢 我主要因为是表现传统的中国园林 所以我借助了很多中国化的表现方法 有一种写意的 我觉得写意的表现方法的话呢 对园林的一种表现的话呢 可能是更能走进它的一种本征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互联络 对于油中的中间 和我们所调传的 传统的园林的影响 关于这些画面的 我喜欢他的想法 他用了油在墙上的方式 在很粗糙的方式 他用了墙上墙的墙 我认为这种有趣的技术 我认为这种有趣的技术 我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 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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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园林 所以我认为这种非常有趣的 中国园林 在最初你认为 它是很简单的 但我喜欢它的 构图 我喜欢它的感觉 我喜欢它的感觉 它是一定的 梦中的 中国园林 我必须说 它会建议 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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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能够在 2015年 这么重要的一年 中英文化交流年 维生的时候 能够向英国的观众 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展厅里 推出来自中国 南京艺术学院的 艺术家刘伟东先生的 《园中梦》系列 油画作品 我想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刘伟东先生 不仅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 但更重要的是 他出生在中国的江南 而且他的专业背景 并不是绘画 而是英国语言文学和艺术史 我想这两点 都使他更加的接近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 精神风貌 所以我也相信 他笔下的园林 可以更接近 中国传统园林的本质 和他们的特性 因此我相信 英国的观众 也会在他的作品中 看到对中国园林的 另一种不同的 艺术的阐释和表达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